这几天我就有空特别是昨天打风 我有时间我上网去多点了解一下这个高岛石法 看到这个台湾这位朋友说 这个如果是学义符呢 学义符义尖就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讲通用 他说义符义尖就是应该是高岛石法 是首选的 这个是2008年10月28日起的那个视频 很难说他不知道我的系统 和我的系统也都未正式出街 我现在看到之后 有好几个朋友都是这样说的 在网上说首选是如果学义符 就首选学高岛石法 我觉得奇怪他们为什么会讲这样的说话 如果他们是有研究的话 是不应该讲这样的说话的 所以这个先不要理会了 我现在就给大家看一下 我今天就快点写了一篇文章 给大家定镜先 然后我再讲我其他的地方 这篇文章 你就自己可以慢慢看一下 然后我就会讲其中的重点 这个就是第一页 我写了一页半的 这个就是第一页 这个就是第一页 这个就是第二页 第二页 大家就可以慢慢看 那我就讲给大家听 我就是为什么我会快速又拍拖 实在感触良多 如果讲得好听些就是感触良多 如果讲得不好听就非常反感 因为为什么这个人 他说这个是首选 这么说的 为什么叫高岛石法是首选的 对高岛石法那些朋友 完全没有认识 或者第一次接触我视频的人 我现在就再重复一次 已经知道这些朋友 就希望你不要嫌我沉 这个就是正式高岛先生 高岛吞仗先生 高岛石法就是他 他叫日本逆性 这个逆性不是 诺贝尔委员会那些 这样的攀发出来的 这个是街坊福利会攀出来的 因为当时那些 他跟那个军国主义 日本的军国主义者 有拉扬 他们推出来的 就好像什么街坊福利会 这个逆性不是 诺贝尔委员会那些严格的 那这里一笔 所以很多人一见到 这个圣字就是 好像很尊敬或者害怕 根本就是两回事 这个你看看他 他的喜挂法 那么痛苦 又要用他特别的竹枝 后来上网我才知道 有些网友在那里说 他这些竹枝要用特别 日本买回来做的 用不用啊大佬 我无上庄啊 你看看我无上庄起挂 那又怎样呢 你看看这个傅贝宏教授 左手边的傅贝宏教授 右手边的曾是强教授 用那些东西一样就行 最后要特别在日本的竹枝 所以看了之后呢 总结来说 我非常非常之伤心难过 和也都很反感 这个就是他日本人这样的 喂大佬啊 我这些 这些在日本城买的 我这包 左手边那包 日本城买的十元一包的 那些竹筷子 这些要特别在日本做 所以我呢就是说 给那些初学的人呢 不要误入歧途 和呢 浪费时间 因为为什么呢 我这个太极 这个我第八册啊 我这个太极逆book啊 是包括当时数字起挂法 和这个太极拆挂法 对上那个视频已经有了 太极拆挂法 但是还没出街的 我太极拆挂法 所以那些人不知道呢 就在那里说高岛蛇法 高岛蛇法呢 就这么说 那些高岛蛇法呢 他在坐牢的时候 自己研究逆book 已经好记 跟着呢 他就用这个 这个 呃 讲话 他这个起挂法呢 就是东汉的古法 喂大佬 这样的谈话都用来说 东汉哦 全中国这么大 都没有一个人认识 而是流落到去日本 给一个日本人 他肯坐牢研究的 OK 我就当你出了牢才来学 先 喂 这么大的中国 没有人认识这个东汉的古法 啊 什么讲大话都不像啊 是吧 那所以呢 这个这个人呢 他目空一切 跟着呢 他就说 上一个视频你都知道 百尖百中 喂 女祖先师都说 尖有不厌哦 啊 就是说 有时准有时不准哦 那你怎样 神仙你都不相信 啊 所以你可以知道 这个人呢 就是狂妄自极 那我就觉得不对劳了 免得给其他的有缘人呢 就浪费时间了 这个女祖先师呢 好像说到明了 就是说 天地三才与神明 灵珠奇事专 故日 就是说 女祖先师给我的机闻 就是说 尖怪灵准 是有神仙主理的 不是说什么前二世 也都不是说灵感 又说大陆灵感 什么那些啊 那OK 所以那这些第一次接触我的朋友呢 麻烦你看回我以前的视频 很多这些资料的了 那这个我自学书96元 大陆卖一百多的葡萄寶 那这个我又一百六十几元的 一百六十八元炒股的 我是真金白银炒股的分享 用绿牛 你不要理计它是绿牛 你就当它是易卜炒 尖怪就OK的 只不过名称不同的 那这个课程商 我就看了之后呢 就速速 将我的课程由三千元 减到六千五元 目的你就想多些人 学我这个系统 根本哪需要那么复杂的啊 哪需要 我用时间就起到 有手标有手机就行了 根本不需要买道具 另外一个问题呢 他那个高祖先生呢 他的进步是什么呢 用古石法呢 就是经过十八变 就是女帝十八变 就是从那里来的 应该十八变 要二十几分钟 何文汇博士说 要二十几分钟才能够起到一个挂 但是 高祖先生呢 他三变就起到一个挂 OK 我都是三变起一个挂 后来我才知道 他是用一条凍牙 我都是用一条凍牙 我更简单 那么最大的分别 我和他的分别是什么呢 他还要看挂牛池 看易经的挂牛池 我根本就不用 我看挂理 就是等于X加Y平方 你识了个原理 X加Y平方就是X加Y平方 要不要看挂牛池 喂大佬 今天 不要说什么 今天大学生 看得到 译符 读得得得 解得 有几多人 不要说我们小市民 所以你还看挂牛池 找来讲的 OK 所以我这个系统未推出 我一推出之后 他那个股石法 股石法 我这个系统可以 完完全全 徹底底 涂太股石法 涂太这个文忘卦 涂太这个姚前法 涂太这个高岛先生的股石法 这些全部都要落XX垃圾堆填区 那所以我就 就是一路研究了之后 看过之后 一比较之后 所谓俗语讲的 不怕 购取托罪 卡这个功能 某自己独 所以将来有兴趣 参加我这个课程 的那些朋友 为什么我要推出去 因为我有读者 如果问我参加这个课程 ,比如说 唉,都不如我们再装照上去 给大家有缘人看 这样 所以就是说 希望 因为如果你去学了其他的 那些 遥前法 什么古石法 什么 而规叫 狗岛的实法 在我的系統拍全部落垃圾桶 這樣何必呢? 所以我就覺得早點說給有緣人聽 你不讀我沒得說 另外就是為什麼我這個系統 女祖先師說我要送後沒有人發藥呢? 我的策劃法就是用top down approach 由上而下的 現在一般的解架法 包括高島蛇法 我發好古舍法以前發好文忘卦都是由下而上的 我就由上而下 所以是一種突破來的 好了 為了把握時間之間 我就看到一個台灣的朋友講 要是學一戰的話 台灣有一個就說高島的洗法 就是首選 這個也很難怪他 因為他是2008年才登上去的 他不知道不知道我的系統 因為我的系統我已經說了 我這個太極一譜 我在第八本書就有講 太極一譜有兩部分 第一就是當時數字起掛法 另外就是用太極法拆掛 可以解決起掛容易解掛難關 另外一點就是說 我不用看掛窑池的 不像高島的還要看高窑池 不用的 這很簡單 所以當我這個系統呢 可以完全淘汰那個古洗法 文王掛 搖錢掛 跟那個高島洗法 我推出之後呢 他這幾個法什麼法呢 全都可以到那個什麼什麼垃圾堆田去 他們的歷史的任務完了 完了 只要有朋友來跟我學的話呢 他們就知道 我這個課程是非常精簡的 濃縮的 我現在寫那個新的講義 到時候拍給朋友 還有呢 我再補充多一句就是說 那個台灣說 理事求知也 簡直是放屁 香港還有人呢 中國還有人呢 哪裡又世道呢 為什麼要講這個話呢 所以他根本就沒有去研究那個六遙 高島那個還要看六遙遙 那個也和老人的 我們有瓜里的 哪裡用用用看瓜遙遙 所以寫這個 還有他想 高島說它是東漢的古戰法 我們中國這麼大 沒有人知道 只有流落到日本 有一個日本人知道 然後再由他發揚光大 這根本就是放屁的嘛 所以我看了就感受很大 也很反感 所以我就馬上多寫幾個 上傳視頻 也將我的課程的價錢 馬上就減半 希望能夠多些人 能夠享受我的系統 我再說一遍吧 那個地點很方便 就在那個九龍左頓 玉華國貨公司 斜對面 陳永泰那個是在二樓的 很方便的 我不是開那個很大的班 只受十個人 就是有一個人報名 我也開 所以呢 有朋友學那個普通話的呢 希望你們告訴我 你要普通話 普通話班的 我就集合起來 為你們特別開一個普通話班的 為什麼我一個人也開班呢 因為我的目的不是賺錢 我是要響應呂祖先師跟那個觀音大師說的 武術非小道啊 絕非小道啊 所以不要不要 以為是很簡單的事情 所以我要弘揚 希望有緣人的在課堂上見吧 剛才我剛才講了 就是這個人 那個台灣那個人 我看見很反感呢 就是說 禮塞求諸野 他說禮塞求諸野 學業覆呢 就 也知呢 就是高度 首選 禮塞求諸野 怎麼會禮塞求諸野 香港還有人 大陸還有人 大把人還認識我們中國傳統的方法 怎麼會輪到 輪都輪都沒有輪到高度 怎麼會禮塞求諸野 所以這些人寫文章 上網那些根本都不動腦筋的 是 你喜歡高度十八 或者你看中 吹捧他沒問題 喂 大佬 你說話要中肯才行 怎麼會禮塞求諸野 我們中國人死了 不是啊 大佬 還說高度古石法 中國這麼大 沒有一個人認識這個東漢古石法 而是流落到東洋 由一個日本人知道 喂 大佬 說謊也要想想 當我們是白痴嗎 所以anyway 不要管他 我現在看見這些文章很多 我很反感 所以我第一時間 就把這個課程 減半 1500元兩堂濃縮精毒班 就等於你去那些其他那些 上很多旗的了 OK 這樣就希望有緣人在堂上見 OK 這樣就 又可以的時候 就先看我這本《自學六喉尖》 這個就是高度先生 這樣的喜掛 複不複雜些 有沒有必要 我怎樣 我穆穆帳 又是這樣 你看兩個教授 多輕鬆 為什麼他們好像日本那麼複雜 我十蚊雞 日本整個粗筷子又不是這樣起 所以就是說 不懂的就被他嚇死 懂的就被他笑死 所以有興趣參加我的朋友 方便的話 向陳兵泰有買的 我這本《自學六喉尖》 你先買來看看 這樣就方便 不過不要緊 我在那個堂上 現在我專門寫一些廣義再派給大家 一學就會懂的 我志在是要大家 我包教曉 希望大家能夠學識 一學就 一學識就即學即用的 因為實際是不能看的 因為這樣老套的東西都找不找來講 真是騙三十小孩子 大佬 是吧 OK 有元堂上見 有興趣就 我講明了 你不用擔心 不夠人不開班 我一個人報讀 我都開班 因為我自在是弘揚這個葉譜文化而已 所以 有興趣的讀者 不用擔心開不成的 有什麼可以跟我聯絡 多謝大家